Good 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 hello, I'm Teeter Jack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Advert of Time,时间复词 了解时间复词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复词 形容词与复词都是修饰语modifier 而形容词修饰名词与代名词 复词则是修饰动词、形容词与其他复词 这些修饰语看似可有可无 拿掉修饰语并不会影响句子结构的正确性 但若是少了修饰语,句子会减弱语文表道的能力哦 一般复词可以归类为时间复词、程度复词、地方复词、频率复词与形态复词五大类 So today's topic,时间复词要如何做实用呢? 让我们看下面下面的题目吧 Question 1 Are you going to school blank? A. Already B. Tomorrow C. Yesterday D. Finally 第一题的题目为 你决定好,什么,回去学校吗? 要找的是时间的复词,形容动词going 并且询问何时会去学校 所以学校中的A.D.可以去除掉 再来看到 Are you going to?你决定好 意味着复词是未来并非过去 而C.学校的昨天也可以因此提出掉 所以答案选择B.意思为 你决定好明天会去学校吗? Question 2 I had a barbecue blank A. Delicious B. Last Monday C. Tomorrow D. Never 首先,若选择答案A形容美味的烤肉 Delicious要放在BBQ前面,并非后面哦 再来,若是选答案D 答案我从来没有吃过烤肉 会把never放在had前面 意思是I never had a barbecue 最后二选一 刚刚前面提到的had 完成是 若是完成状态 不会是C.选项的tomorrow 明天已经吃完烤肉 所以最后选择B.选项 意思会是 我在上周一吃过烤肉了 Question 3 Do you blank work at the bank? A. Still B. Never C. Have D. Happily 分析之前呢 我们这里先说答案会是 A. Still 意思是 你现在还在银行工作吗? 然后我们再慢慢地分析其他选项 若选择B.想表达 你从未在银行工作吗? 那么开头的do要改成have 下一个C.选项就不能使用了 如果想表达 你在银行工作吗? 会直接说 Do you work at the bank? 最后的第一选项 前妆复词的happily 又放在句尾哦 从以上的题目可以看出来 时间复词又放在句子的最后面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想强调 说话的语气 我们也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想了解更多关于解题的技巧 记得锁定下映你的脸书 并按赞分享 我是TJ Jack 我们下次再见咯